今天,我来教大家画一个牡丹花的简笔花 首先,我们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,画出几个波浪线,作为花瓣 接着,反向,再画出同样的花瓣 我们按照这种顺序,不断地重复 然后,画出几个波浪线 最后,画出牡丹花的枝叶 一个牡丹花就画好了 你们学会了吗?